有一个母亲 她几年都没有回到娘家去看父母了 那边的父母一直催她回家一次 她只有和先生和孩子说 我要回娘家看一次 明天回来 那么你们这个家好好照顾吧 有一个妈妈她很久都没有回娘家去看她的爸爸妈妈 于是爸爸妈妈就要求她回来看看我 于是她就跟她的先生和她的弟弟说 她说我今天要去探望我的父母了 和你们请一日假 明天才会回来 请你们大家好好地照顾这个家 那这个丈夫因为太太回了娘家 于是她就跟她的子女说 她说 那儿子啊女儿啊 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地来到照顾这个家 好好的发挥这个家的能力了 她说爸爸妈妈平常煮饭给我们吃管理家庭 打扫整洁 她不在家呀 我们分工合照 爸爸煮饭 女儿你负责剪菜买菜洗碗 儿子你负负责剪菜买菜 分完了以后 但是到了晚上一天坐下来 爸爸说 煮饭好辛苦啊 女儿说 哎呀我剪菜啊 洗碗啊 我腰肿壁痛啊 那个儿子说 哎呀我烧地啊 狡猾狡猬睡啊 我吃不下啊 大家才感觉到 我们平常都要自己请假 都要出去玩 妈妈一个人在家 今天妈妈出去了 我们几个人在 几个人分量她的工作 哎呀都忙得舍忙着 忙得有什么必通 哎呀看起来妈妈对这个家 关注的实在劳苦功告啊 这位先生呢 于是呢 就是负责家企的煮饭了 她的女儿呢 就要去买菜要洗碗 她的儿子呢 就于是呢 要塑地了 要淋花淋草了 一天下来 那位先生就说了 哎呀煮饭真的很累啊 那女儿就说 哎呀我要洗碗 我要洗菜 我真的做到腰杯算痛啊 然后呢 这个儿子就说 爸爸我真的吃不消了 平日 所有家企的成员呢 他们都会请假 他们都会出去玩 今天只是妈妈 请一天假 这样出去 他们呢就已经是不肖了 可想而知 这个妈妈呢 管理一个家庭啊 她实在真是劳苦功高的 有爱心 性感情愿 什么工作 什么顾力都会做得好 如果有爱心 是有甘心情愿的话 无论给什么工作 你做的话 你都一定会做得好 有一个妈妈 要顾70岁的神日 爸爸和儿女 妈妈顾70岁了 我们好好地来 为她庆祝一番 有一个妈妈 她是70岁了 于是她的生日 就来 她的先生和她的四老哥 就准备和她庆祝 她的生日 买什么东西送给妈妈 她就不要不要 她说买什么东西送给妈妈呢 妈妈都说不要啊不要啊 请她到这个饭店里面去吃饭 她一定都不要不要 如果说要带她去饭店吃饭的话 妈妈又是说不用了不用了 我们大家来营救 怎么样子给妈妈 70岁一个最大的欢喜 那于是大家就在想 他们怎么样可以 给妈妈70岁有一个很大的欢喜呢 大家上两来上两去 到最后 妈妈呀 最喜欢吃趁热菜 当我们给妈妈欢喜 不如做个趁热菜 记得吃 为了做后70岁吧 那他们就说妈妈呢 最喜欢就是吃盛下来的菜 不如我们就煮一些正式下来的菜 来庆祝她的生日吧 大家就早一点准备准备做菜 把它趁下来 请妈妈吃 妈妈 你平常啊 吃饭吃菜啊 都不喜欢在前面吃 我们叫你吃 你都说妈妈回去吃趁热菜 今天你70岁啊 我们就煮了很多的趁热菜 为妈妈做手了 于是你弟弟很早就煮了一些盛下来的菜 就跟他妈妈说了 他妈妈 你平常常都说 你最喜欢吃盛下来的菜 因为时时吃饭的时间 你都不跟一起吃 你都留到最后的 今天为了庆祝你的生日 我们就煮了一些食盛的菜来庆祝 妈妈留着眼泪 也笑着说 她说没有错 这就是你们妈妈 一生最喜欢吃的趁热菜 于是妈妈看到那些盛菜 她的眼泪就流下来 然后她就说了 是 你们说的没错 这些是妈妈最喜欢吃的盛菜 家庭祝福妈妈 把家庭管理得很好 就是凭一个爱情 凭一个关怀 世间上任何人 都希望你要关心而爱护她 所以时尚自我成就必能 必定能成就一起事业 作为一个妈妈的 通常她都是很关怀 很爱护她家庭的每一个人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有关怀 有爱护人家的话 我们就可以成就很多不同的事业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向阿弥陀佛 向公司赢 向我们的母亲把自己管好 我们的周遭 人啊 世啊 必定都能管理得好 我在这里要说的就是希望大家 效法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和我们的妈妈 将我们自己管理得好 然后我们周遭所有的 一定就是会好的 感谢观音菩萨